男人啊,年轻的时候都想着仗剑走天涯 到了中年才发现,不是每个雄性生物都能当大哥 有人说高考是人生的转折点 我觉得中年才是人生这场马拉松的分岔路口 后半生是甘于平庸,还是风生水起 看你往哪个方向走 有人说冯唐是中年妇女的一名对象 我就觉得冯唐那瘦弱的身子真没啥可想象的 冯唐应该是所有中年男人的励志榜样 年轻的时候在协和医科大学读到博士还是个妇科 热爱妇女谈了不少恋爱 毕业后发现学了这么久 当个医生连个感冒都治不好 毅然决然气瘾从上 八年的时间做到麦肯锡全球合伙人 在北京后海买了一套有数的四合院 据说院子里种了60多种植物 这时候的冯唐离婚了也有钱了 但没有去继续热爱妇女 在人到中年的分岔路口 选择了加入华润医疗集团做CEO 中性资本做总经理 每周工作80到120个小时 做得风生水情 我觉得冯唐年轻的时候追姑娘写的情诗 春水出生 春明出盛 春风实力不如你 送给今年50岁春风得意的冯唐自己 正合适 冯唐的偶像是大气晚成的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 像曾国藩一样冯唐一生的追求 就是能成事 持续的成事 成大事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不甘于平庸 一定要读一读冯唐的这本《成事心法》 冯唐把他前半生 吃过的苦 踩过的雷 翻过的山 见识过的人 都毫无保留的写在了这本书里 全书知己 知人 知事 知智慧 四篇 既有接地气的方法和思路 又有带着鲜气的野史 禅宗和礼拜 我每每读起来 都有行云流水 酣畅淋之感 这本书绝对能带你走出人生困局 让你把人生的下半场 过得活涩生香 春风得意 我是艾米尔 关注我 带你读更多好书